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不管你有十亿美元,还是只有一美元,没有人能免于悲伤或绝望的感觉。 有些时候你会感到很难过,也许是因为分手,也许是因为你爱的人去世了,或者是因为你和你的另一半正在冷战。 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所能做的就是设法管理这些状况。 如果你感觉心情低落,没有一种万能药可以让你瞬间好起来。 但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份清单,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怎样的时刻,还是想为未来的艰难时刻做好准备,这份清单都能尽量帮你度过这些糟心时刻。 好了,话不多说,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节目吧。 1.检查你自己 从一些基本的日常生活开始检查,你最近睡眠足够吗?你每天喝足够的水吗? 你有每天运动吗?你的三餐规律吗?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都经历过一些糟糕的日子,而且不想持续地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 所以,在进入恶性循环之前,从根本出发,先想想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你睡眠不足,那种糟糕的感觉可能是疲惫。 如果你没有喝足够的水,你可能会感到昏昏欲睡。 如果你不锻炼,会导致血清素分泌过低,让你变得焦虑。 如果你不吃水果和蔬菜,你会缺失一些必要的营养元素,你当然会感到不舒服。 二,创建一个友情支持系统。 当你跌入谷底时,你最不想做的就是把自己从深渊中拉出来。 你可能会开始把失败的感觉归咎于自己或他人,这会让你无法重新振作起来。 然而,如果你事先建立了一个支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其他人可能会帮助你,想想一无是处的感觉对你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你拥有这种感觉。 然后将改变这种感觉的努力具体化,与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交谈,你只需要给他发送一条短信,告诉他你的状况。 你会得到一句认可的话,他会过来帮你解决问题。 三,做你喜欢做的事,当你情绪低落时,做一些喜欢的事情真的能帮助你改善精神状态。 这些事情可以是绘画、烹饪、化妆,或者只是听你最喜欢的音乐等。 它会给你带来成就感,也会让你释放血清素,促进大脑中的荷尔蒙保持平衡。 这里没有某个法则,要求你必须选择某一件事情。 你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你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坚持20分钟或3小时,让你重新振作起来。 但请记住,重要的是,做一些不需要太多额外努力,并且不要做那些会让你感到沮丧的事情。 4. 活动身体 当你情绪低落时,可能很难完成一套完整的锻炼。 活动你的身体,哪怕只是一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帮助你摆脱那些困扰你的事情。 例如一次20分钟的伸展运动,或者一个简单的舞蹈。 无论你选择什么动作,活动起来,会让你感觉很好。 它会让你的身体感到放松,让你的思绪慢下来,这样你就可以更清晰地思考,从而有利于你为接下来的行动制定计划。 5. 打扫你的房间 当你感到有些沮丧时,做家务似乎有点反常,但事实证明,干净整洁的环境有助于放松身心。 杂乱肮脏的环境会让你失去注意力,造成思绪混乱和心理紧张,并可能加重糟糕的精神状态。 打扫你的房间或家中的一部分,例如一个凌乱的抽屉,会让你感觉自己掌握了生活。 将注意力集中到一项非常具体的任务上,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你会感到轻松并获得成就感。 6. 把它写下来 让你的大脑快速思考,然后在纸上或电脑上写下你的感受,这会帮助你理清思路。 通常来说,因为思考的速度要快于写作,所以很容易陷入思维漩涡,但是把事情写出来会迫使你放慢思考的速度,让你思考的事情更富有逻辑性和现实性。 在你写完之后,抛弃那些疯狂的想法,阅读剩下的内容来确定你的感受。 问自己几个问题,它们来自哪里,你写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还是当你完成某件事情后,感觉平静一点时,你才意识到的一些事情。 重复这样的步骤,无论好坏,把那些过去的东西扔进垃圾桶或者回收站。 7. 把糟糕的情绪释放出来 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理解你的感受,然后大哭一场,完全没有必要压抑你的情感。 研究表明,哭泣有助于改善心情。 动机和情绪报告期刊的研究人员请60名志愿者观看两部感人电影,并就观影前后的心情填写问卷。 60人中,将近六成人观影时落泪,其中女性居多。 有意思的是,没有哭的人说自己观影前后心情没什么变化,落泪的人心情变得更沮丧。 但电影结束20分钟后,他们的心情好转,并且越来越好。 你可以找一个愿意倾听的朋友,尽一切努力帮助你丢弃那些糟糕的感受。 但是,不要将糟糕的心情投射到不相关的事情上。 如果你处理糟糕心情的一种方式,是把它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是时候长大了。 你需要对自己和自己的情绪负责。 8. 出去走走 你可以邀请一些朋友去远足,享受大自然。 这样你会加强你的朋友关系,活动你的身体。 同时把你的注意力从所有困扰你的事情上移开。 也可以简单一点,去你最喜欢的地方喝杯咖啡,或者去杂货店买点东西。 无论如何,到外面走一走,会给心情带来改善。 9. 看那些让你舒适的影片 老友记或哈利波特的第15次回放,当你在一个糟糕的日子里试图感觉好一点的时候,让你自己沉浸在某部电影中,而你绝对是这部电影的重度支持者。 你不一定要看我刚刚提到的这两部片子。 最重要的是,你看的是很轻松,并能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影片。 这个幸福感的来源可能是剧情,可能是色彩,可能是主题元素。 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休息。 10. 练习正念 持续练习正念和冥想被证明有助于缓解焦虑、压力和抑郁。 但即使你没有积极地养成这种习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你可以快速掌握的正念练习方法。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坐下来,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三分钟。 11. 善待自己 当你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内心的独白可能会转向负面。 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自己是个失败者。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定要提醒自己,你已经尽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情绪低落是正常的。 同样,重要的是,试着克服你头脑中的消极声音。 记住这一点,你不会对你爱的人说这些话,你也不应该这样对自己说。 12. 吃点你喜欢的东西 当你情绪低落时,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美食能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了。 吃点汉堡、薯条、冰淇淋,或者去餐馆来一顿大餐。 只要记住,不要连续几天沉溺其中,否则你最终会感觉更糟而不是更好。 另一个选择是吃超级食物。 这些食物会给你的大脑和身体提供适当的营养,让你感觉身体健康,迎接充满挑战的一天。 你不必开始节食,但事实证明,吃鱼、坚果或蔬菜有助于改善你的心理状态。 无论是哪种情况,节制是关键。 13.寻找灵感 就像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看这个视频一样,你可以尝试在外面寻找灵感和动力。 你可以去寻求一位导师或治疗师的帮助,或是去拜访你尊敬的某个人。 你也可以尝试参加某些激励性的网络社区。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或想要知道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指尖上。 你可以加入对金机遇交流社区,这是一个聚集大量优秀年轻人的社区。 你可以谈天说地,抛转隐喻,集思广益。 网络社区涵盖各种主题,包括如何经营YouTube,如何网络赚钱,如何个人理财等。 社区还会不定时分享福利,例如免费课程,电子书,软件等,办你前行,助你成长。 点击视频下方信息栏里的链接免费加入,期待和你在这里相遇。 14.翻看你快乐时的旧照片 过去的日子会帮助你正确看待事物,并对生活中所拥有的更加感激。 是的,有时候世界是残酷的,有时候会发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生活也不全是坏事。 有时你很容易忽视这一点,你的日子并不都很糟糕。 如果你有一个使你高兴的特别记忆,看看这些照片或打电话给朋友一起回忆。 15.小睡一会儿 当你感到糟糕透顶的时候,活动你的身体,清理你的房间,去小睡一会儿。 有时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暂停一下,让你的身体记住需要休息的时刻。 以上就是当你感到糟糕的时候,需要去做的15件事情。 当你情绪低落时,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在糟糕的日子里,你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请在评论中与我们分享。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堆积机遇。 喜欢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 更多精彩,我们期待与你分享。